我现在是在北京的故宫 这是故宫的后宫区域 西六宫 这就是明清啊 二十四位皇帝的后宫 看一下贫妃居住的宫殿什么样啊 这是西六宫 一个通道 左边三个宫殿 右边有三个宫殿 这每到晚上啊 这大门紧闭啊 前面 往左转 是永寿宫 带大家去看一下 刚才说这大门一紧闭 它有 值班的太监 看一下 这小门 这小房子 这就是太监值班的地方 这贫妃啊 一旦进入皇宫 就跟什么似的 进入高墙大院似的 出不去了 左边这个宫殿 就永寿宫 它有个简介 写的是 顺之的飞子 东厄飞居住的地方 这没有开放吗 看一下啊 这边没有开放 永寿门 它这东西六宫啊 它是随机的开哪些个 你也不知道 这次开的是哪几个 前面还有一个 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每个宫殿啊 这边的格局都差不多 这个宫殿啊 比较有特点啊 这个是 有什么特点啊 家庭 家庭的父亲 就是在这个宫殿出生的 再就是啊 万历曾经在这个宫殿里头 长期居住 因为当年 前庆宫 失火啊 万历就选择了 住在这个宫殿 这是个一斤的院路 不过这个院子 比较的漂亮 大家看一下 这个太极天的简介啊 新县王朱有源 出生于此 这就是明万历二十四年 前庆昆宁两宫火灾 朱立军在这里居住了数十年 这由于他在这里居住过 所以说 这个宫殿建了一个 大型的琉璃影币 非常的漂亮 在别的宫殿是没有的 看一下这个门窗 这也是金丝那幕的 不上色彩 太极天啊 这个只有一景院 没有二景院 带大家去看一下 那个易坤宫 也在西六宫 那个有二景院 右转有个宫殿 开放着呢 带大家进去看一下 易坤宫 看一下贫妃居住的后宫 这门啊 是一个大的墓营币 王爷的门钉啊 都是九九八十一棵的 进门看到这个 这是东配殿 当时贫妃居住的 如果你是贵妃 或者是皇后啊 就住这种正殿 古代皇帝的贫妃啊 因为九等 皇后 王贵妃 贵妃 下边还有贵人 答应常在 咱们说的后宫家里三千 其实皇帝的贫妃啊 没有那么多 几十个 这个地方 看一下这旁边啊 还有耳房 你等级越低 你住的房子就越矮 一般的贵妃啊 王贵妃啊 就住这种正殿 那种贵人啊 答应啊 就住那种 旁边的 配殿 耳房 由于贫妃居 比较多 住不开的 都睡那种大通铺 在鼎盛时期啊 这东西六宫啊 加上宫女太将 达到过九千人 这九千人住哪啊 肯定是各个房间都住满了 有的就住在中 跟宿舍似的大通铺 这家房啊 后来被改造成慈禧的 用膳的地方了 这古代贵妃们不用做饭 她得做衣服 她得洗衣服呀 看这 这是当时一个水井